作词 李宗盛 再加上你就更无敌 把全部武装迎接你 神功呼提醒别担心 如果你发现我心中的命运 是因为我惊喜 微笑填满全集 试探我们距离 因为遇见你做脑袂治愈 告白会赢得很默契 当靠近你 靠近你 接着你 接着你 一朝一朝雨 我要一张望运 让你的名字在我心里 会马上游离去 哦 我和你 我和你 像苹果和心意里 让如风里亲吻大地 你心有一些问题 沉默和抱好戏 每次惊喜都会动心 因为你 因为你 我和你 幸好我早到了 我先补个招 难得见海人一次 大师兄他不喜欢你们这样的 他喜欢 温柔 文静 又可爱的 走 快点啊 放开我 你没事吧 小姐请您站远一点 你没事吧 顾总 时间来不及了 咱们赶紧上去吧 嗯 你站住 你站住 你耳朵不好使 眼睛也不好使了吗 勾着我的衣服了 小姐 你用这种方式引起我的注意非常不高紧 我引起你的注意 要不是你勾着我的衣服了 你以为我愿意靠近你吗 给他买身衣服吗 我要的是衣服吗 我要的是一个态度 一个道歉 你这个人 不好意思啊 小姐 今天把大家叫来 是要宽线起来的 我计划是要宣布 顾仁集团新任董事长的人选 我年纪大了 身体爆样 所以不得不从现在的位置上退下来 从明天开始 由顾荣接任 新任董事长的位置 抱歉 我不接受董事长这个职务 你是顾家的唯一继承人 不管你愿不愿意 你必须接受 对不起 爷爷 我治不在此 同时 我现在的职务也要辞去 好好的一天 全给我毁了 还碰上个神经病 这怎么办啊 韩燃来了 韩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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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我还是不能就这样见她 韩燃 韩燃的新疏不多了 想要抢过的抓紧啊 好 给我给我一把 给我给我一把 我也要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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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一把 还要忍强大了 这不是我呢 怎么出发 还要我没有啊 我 我喜欢你 你感受得到吗 这个秘密藏在我心里这么多年 多想有一天你能明白 星星 难道你也喜欢我 双向暗恋 幸福来得也太突然了 又是你 人在这儿呢 快快快 堵住呢 这次可跑不了 别逼我们迎来啊 我们这么多人 你还能往哪儿跑 你今天肯定逃不掉的 想起来 别害羞 我的书 别想跑 公哥给我们走吧 打听广队也广不了了 今天必须抓你回去 黄天化日强行抓人 难道是黑恶势力 看我不收拾你们 公哥你这是干嘛呢 你让开 你干嘛 误会吧你 误会你闹事 小心 方主任 全收会暂时取消 请大家有序理场不要慌烂啊 你开门还没空啊 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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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 对不起啊 没事吧 你坐飞机来了 你们有什么事情不能回去解决废在这里捣乱 不好意思啊 一句不好意思就完了 主任 主任 小姐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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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有血了 有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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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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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哦 好 没什么事 就是晕血 一会儿醒了就可以走了 别态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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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总 钱敲完了 但我可能还得给自己刮个号 对 对不起啊 他想非离我 我想揍他来着 小姐 您真是太有自信了 哎呀 顾总 要不我给你找个保镖吧 要不然何主任他们非抓你回去不可 顾总 你想什么呢 我在想今天白天打你的那个女人 我对她 好像没有接触恐惧症 对啊 我还纳闷你今天在扶她的时候 我 你好像没事啊 嗯 我也不知道 要不 你就找今天早上打你一拳的女人 她 我就对她不起反应 她还能打 不挺好的 你这两天去调查一下 好的 顾总 老苏呀 你快一点 老苏 咋个就这么走了呀 你们还没有出师的 还没有出师的对吧 不能走的呀 哎呀 老苏 你怎么就不说一句话呀 媳妇 不用求她 他们以为 我们苏家武馆是想进就进 想出就出的吗 我告诉你们俩 你们今天踏出这个门 以后 就别来见我 是 师父 师父的话我们紧急在心 师父 师娘 保重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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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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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小丁 干什么呢 哎 小丁 干什么呢 你们走了之后我和你师娘心里头 空落落的 哎 师娘的房子 也空落落的 哎 你们走了 师娘的房子租给谁去啊 师父 还有套船呢 哎 是 还有套船呢 师父 师娘 不用说了 我们去以绝 走 哎 小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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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小丁 小丁 这边 这边 你确定这屋馆就在这儿 顾总 酒香 不怕向子深 好屋馆 你也别嫌地方破 我亲眼所见 您就跟我来吧 嘿嘿嘿 哎 回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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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顾总 这种礼仪世家 是很在乎礼仪和规矩的 所以 我特意为您准备了高级过来 到时候咱们礼物一送 您再说几句好话 这事就成了 行了 咱们是来顾保镖 又不是来拜师学艺的 不用整些有了没了 哎 哎 对了 他叫苏什么来着 啊 苏靖姐 吃毛蛋白两位 刚从锅里拿出来的 可以试试 不用了 不用了 尝尝尝尝尝 真不用了 谢谢 真不用啊 谢谢 好 我告诉你 今天这事办不成了 你以后也不用来上班了 知道了吗 顾总 忍一下 马上到了 好 喝茶 谢谢 今日前来打扰 就开门见山 有话直说了 我们顾总想请苏靖靖做保镖 顾总对吧 请问是哪里的顾总啊 啊 是顾是 嗯 一家小的投资公司 刚起步 顾总 为什么要请我女儿做保镖呀 是不是 惹了什么人 有什么仇价呀 嗯 那倒也没有 绝对没有 我们顾总 就是优秀 容易招人妒忌 哎 你跟我们家靖靖也不认识 就像我夫人刚才说的 你 为什么要请她当保镖呢 哦 是这样的 前几天有缘跟你女儿见过 看到她伸手不凡 我就特意找人打听了 既然是武学世家 那我就更放心了 哎 哎 你看看 都打听到了 对 哦 呃 有些许跑题啊 我们家靖靖呢 是我们苏家第十八代传人 他承载着我们整个 这么大的家族的厚望啊 啊 这个您放心 薪资待遇这一块 一定配得上你女儿的付出 哎呀 你这变态 还敢来我家 我早就看过来了 你小子不是什么好人 这年头 哪有送上门的好工作啊 都出去出去 伯父 您误会了 对 您误会了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你还敢帮她狡辩 当时的情况你知道吗 我是亲眼看到 她手都到我这儿了 哪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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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冲动啊 你小窗户听见了吗 好好说啊 你把刀放下 你参与了没有 我参与了 什么 我没参与 你还给我抖包袱 爸 别跟他们废话了 赶他们出去 好嘞 我 我走了 你再来我们家了 别别别 走走走走 哎 水果 张老板 别忘记到我家拿住下啊 哎呀 怎么回事啊这是 被赶出来了 快点玩不算了吧 哎 哎 顾总 要不咱们再回去试试 我觉得只要把误会解释清楚 保不齐这事还能成 怎么 闭门更没吃够啊 开车去 顾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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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你别跑 顾总 顾总 妈 没热水了 妈 肯定是我爸又忘记叫燃气飞了 每次当我都没热水 每次我洗热水澡都没有热水 你快来帮我一下 你快来帮我一下 碰不瞇眼睛了 快点啊妈 我爸每次都忘记叫燃气飞 每次我洗热水澡都没有热水 烦死了 好 好了 你谁啊 看什么呢 哎 姐姐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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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呢 你个变态 色狼 流氓 呸 是你女儿压在我身上 那你看我把你认成我妈了 你怎么一声不吭啊 你那时候衣衫不整 你要发现是我 你不又骂我是变态 你 我砍了你 你给我站住 顾总 到 你给我收 是 我是是 我不管啊 我不管你有什么 那些乱七八糟的 什么奇怪的病 你呢 莫名其妙地跑来 现在骗子嘎多的 我都怀疑 你是不是骗我们的 你看我像吗 难说 我先付钱 好 我来打破一下尴尬的局面啊 那个 静静的 还是个姑娘家人 不可能做你的贴身保庙 她晚上呢 得回家住呢 这个您不用担心 我可以住在你们家 妈不能租给她 学员都走了 就靠我美容院那一份工资 我们三个人一起喝西北风去啊 那她住进来 我一点私人空间都没有了 你私人空间有什么用啊 你挣到一份钱没有啊 我早就跟你讲了 你你不要去 抱什么动画设计专业不好找工作的 你不听啊 你脑子坏掉了 那工作我也在找啊 是行业不景气 所以啊 副业要轰轰烈烈地做起来啊 我要住这一间 不行 不是 这是我的房间 顾先生 你 你看上这个房间了 你刚有眼光的 我说不行 这是我的房间 那你打算让尊贵的租客住在哪儿啊 尊贵的租客这么耀眼夺目 当然是要住那一间 不那么耀眼的房间了 不行 我在嘉义成的房租 你想都别想 就这么定了 顾先生 你打算什么时候搬进来啊 就现在吧 哎呦 干快的 顾先生 这个合同呀 我们都按照你的意思 重新都调整过了 哎 你再看一看啊 甲方雇荣乙方苏静静 乙方必须随叫随到 一步一驱 乙方与甲方的距离 不得超过一米 那你上厕所 我是不是也得陪着 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 不过还得按照 现实的情况来看 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会叫你 乙方的工作时长由甲方决定 乙方需要做到二十四小时 随时待命 超出八小时工作时长部分 由甲方支付相应加班费用 这是区分了工作和休息时间吗 那你睡觉我是不是也得陪着一起啊 这可是你说的 你可千万别对我有什么非分之心 你 干嘛 你还要打我 不是 这正是我要强调的 合同你都写好了 我可是甲方 钱的问题你们不用考虑 我只需要你履行合同上的责任 做得到吗 做得到做得到啊 我们习武之人那是讲道义的 签字 不行哎 不可以 你再试试这张卡 又冻结我的卡 想逼我回去就不能换个方法 那那还是不可以啊 哎 没钱还白谱 搞得我虚惊异常 不对啊 这样 我让助理把钱送过来 那 怎么样 这也 这算什么事啊 不管了 别说了 不 你不要管 没有人接是吧 那就请回吧 尊贵的客人 等一下 我把这个表压在这儿 明天就把钱给你们 啊 压手表呀 这样不好吧 合适吗 哎 什么表呀 哎哎我看看 压手表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不要吧 那个 行 行什么行 行 爸 他这都比脸还干净的人 他的表能是真的吗 肃静静 你什么意思啊 你的意思是我带假货了 像你这种人 少跟我揣着明白装糊涂了 不就是带着假表出去PUA小姑娘吗 假名人我见得多了 他家假富豪也不少啊 我堂堂固容还需要带一块假表 去PUA别人吗 合适 合适什么呀 人家还在这里呀 慢点 假肉 不好意思啊 假肉肉 来 爸 我压这么好一块表 住在这种地方 好 刀儿心呢 用吗 你们这条件是怎么住的 顾先生 您要搞清楚 是您死期白来的留在我们家 不是我们求着你 这牙膏怎么能用成这样啊 不用 不用 就这样 这样 这样 不就好了 啊 你这是又干嘛呀 你这牙膏就不能换管新的吗 五秒定律听说过吧 五秒之内不会沾上灰尘的 还可以用 还有 我要强调一点 你有钱吗 你现在每住在我们家一秒钟 你都要感谢我们对你的尸首 你没有钱 我们的人生才刚刚到早晨五点半 我们有什么理由颓废 我们有什么理由懒惰 早起的鸟儿有充尺 早起的虫儿精神好 花儿雕姐不再开 光一句不再来 我们的人生才刚刚到早晨五点半 我们有什么理由颓废 睡醒了才发现我这么帅啊 不要对我有幻想 你把脑子给睡傻了吧 那你看什么呀 就是觉得你在我们家睡了一晚上 还挺接地气的 喇叭怎么回事啊 任不让人睡觉了 督促我们陈恋用的 我们无管的规矩 这算哪门子规矩啊 只要是住在武馆的人 每天早上五点半必须起来陈恋 无一例外 这规矩谁定的 彩霞姐 那她人呢 睡觉呢 我妈只管定规矩 不管执行 我就知道 这规矩的事我得跟她好好聊聊 别聊了 一会儿聊又聊出新规矩来 人家 早起的鸟儿有充斥 爸 早 早 好 小伙子 一看平时就不怎么锻炼身体 是吧 要不这样到母馆来 我教教你 爸 你忘了她没钱 那全当我没说 好 二位啊 要远速跑 要不然差弃 你这功夫 不是破腹敲的吧 你怎么知道 虽然表面上都是我爸这边了 但其实私底下 我还是从我妈那儿学到的根本 没想到 我母也会功夫 我妈为了我爸 已经很低调了 我妈一直觉得 女孩子不能太张扬跋扈 老苏啊 在这场要学点东西 这样在外面 不会受欺负 走 你问那么多干嘛 好你的 苏苏 你怎么跑这么快啊 要是有人随时想抓你回去 你也能跑这么快 走 走 你不会是进了高丽大 走 还是得送了哪位大哥 你会不会对我们有影响啊 慢点 不用这么看我 我知道我有魅力 你怎么跑得太快 你那轻人一定得注意锻炼身体 伯父 您的手 我手没事 我脚好疼 还瘦了 他有病 对对对 你有病我忘了 不好意思啊 你有病 昨天为什么不接电话 昨天您来电话那会儿 何主任就在我身边 他们现在盯我盯得可紧了 我今天好不容易才绕过他的眼线 来到你家里取东西 你是不是不想干了 东西准备好了没啊 哦 牙膏 音响 加湿器 扫地机器人 助棉仪 感应灯都有了 呃 就差一台乡讯机 可情抽屉里有张银行卡 给我带过来 找到了 顾总 嘿 还是顾总高明 董事长应该没有想到 除了他的副卡 您还另外办了一张卡 行了 别拍马屁了 赶紧把东西送过来 是 我买完香薰机 一并就给您送过去 不行 现在就给我送过来 我一秒都忍不了 那个苏靖靖 顾总 您在苏家武馆 住得不好啊 不好 特别好 好 按照我给你的地址 发过去就行 小心别磕了碰了 您放心吧 辛苦啊 谁啊 你猜啊 哎呦 何主任 不是你们怎么又来了 咱们给彼此一条生路不好吗 嗯 我也想这样 走吧 哎呦 驾着 走 哎那边干嘛呢 就是 你看什么看 小个生意 何主任 用不着这样吧 我又不是个罪犯 这影响多不好啊 那你别跑啊 对不对 对不起 您够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冲通 你们两个去楼上守着 一有消息 立马跟我汇报 好 说说吧 小顾总到底在哪儿 何主任 小顾总他一直没有联系我 我也想知道他在哪儿 装 继续装 没联系你你去小顾总家干嘛 我 我就是去看他回来没 这不刚确定他没回来就 碰见你们了吗 全公司都知道 你跟小顾总是寸步不离 不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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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话就这么办 喂 顾容 你知不知道全公司的人都在为你担心啊 我自己的事你们不用操心啊 转告爷爷 我不可能回去接手集团的 李家出走这种行为真的很幼稚 你能不能有点责任心啊 喂 喂 挂了 白总 你怎么不问问顾总在哪儿啊 你现在是在责备我了 不敢不敢不敢 白总啊你放心 现在是互联网时代 我有信心很快就能抓到小顾总 何主任 辛苦你啊 不辛苦不辛苦 这样 我一旦找到小顾总的下落 立马通知你 你要是不想被抓回来 最近 就小心被定位 这表这么贵呢 如果他带的这个表能是真的 能租咱们的房子啊 这听你一分鞋 好像还真有道理 这是还不一定是真的 来了 您好 请问顾先生住这里吗 是的呀 有他的快递 那你给我吧 好 谢谢啊 小顾 你的快递哦 嘎嘎一个快递哦 你都没钱了还乱买东西啊 苏清醒 帮我拆开快递 我没听错吧 你一个上午交不出钱 你在这儿 在我家 使用谁呢 哎呀 哪能这么狡猾呀 放心吧 伯母 我说了今天要把钱的事情解决 我就一定会解决 哎呀 那就好啊 但是 我需要苏清醒陪我去趟银行 我 我不去 没钱在这儿装什么装 现在网上银行 微信支付宝那么方便 谁还到银行去取钱 当我是三岁小孩呢 那行吧 苏清醒要是没有办法陪我去银行的话 我这个钱也没有办法给你们呀 我爸我妈才不会信你呢 她不陪你去谁陪你去呀 她是你的保镖呀 静静 陪她去 妈 我妈 我说了我是从垃圾堆的假的 还不承认 对了 伯母 哎 你有没有那种帽子就是 戴上让别人认不出来的那种 嗯 帽子 哎呦 我真的有一点爱 嗯 你看这小子啊 是般奥特曼的 瞎手啊 那是钢铁匣 你看这什么 你穿得多神奇啊 实际实际啊 脑子还挺高 还挺帅啊 嗯 我是不想要引起注意 不是要引起别人的注意 又没人逼你啊 静静啊 这个姓墓的行为太古怪 为了保证你的安全 爸爸刚刚在包里 抱一根擀面杖 哎呦 真要遇上变态了 这么一个迷你擀面杖 也不管用了 为什么要坐公交车啊 大哥 你要去个地方在城西 我家在城东 三十公里地 我走路去嘛 打车去啊 你有钱吗 我一会儿取了钱就给你 那万一你没钱的话 我找谁手里去啊 我真有钱 就你啊 哎车来了车来了 请吧少爷啊 你 你 对不起啊 就前面踩到你了 没事 你再说一遍 我啊 信号不太好 你这样让男人挺有安全感的 你这样让女人挺没安全感的 我是在夸你 你要是真的觉得感激 就闭嘴 干嘛 可以到这么老两个地方去钱啊 这儿有银行吗 我啊 我都查过了 你是要取几十个亿吗 干嘛 不干脆开个运钞车 送到我们家来啊 我是不想惊动不该惊动的人 干嘛抢我手机啊 我导航 手机没电了 啊 他到底想干什么 难不成真的被我猜中了 要节财节色啊 可我除了 可我除了有点姿色之外 我也没钱啊 真是狼行狗肺 亏我们还收留他一个晚上 先下手为强 到了 哪儿呢 哪儿呢 那还愣着干嘛 还不去取 你帮我取吧 我 你自己为什么不去 这张卡不会也被动静了吧 这张卡没问题 我平时都不怎么用这张卡 卡没问题 那就是人有问题了 你是不是想趁着我取钱的时候 人先逃跑啊 是 然后把钱都给你 你好像也不至于蠢成这样 密码000627 帮我取两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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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你不想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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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 我是世界上无法靠近的例外 而你却是唯一的意外 爱的无法自拔 想跟你浪迹天涯 相信我这是真心话 在你眼前才是我最真的姿态 什么都不需要去掩盖 总能让人期待 有你在的未来 这是我们的童话 牵着你 心就回到了家 不管人世间多复杂 你就是我的那个他 这就是我们之间的传属记忆 有着最独特的甜蜜 总是不经意 偷偷想起你 关于你的甜蜜蜜蜜 这就是我们之间的 转属记忆 终于明白了坚持的意义 一切慢慢清晰 你已是注定 你出现在我生命里 我爱你 我爱你 我们之间的传属记忆 有着最独特的甜蜜 总是不经意 偷偷想起你 偷偷想起你 关于你的点点滴滴 这就是我们之间的 转属记忆 终于明白了坚持的意义 一切慢慢清晰 你已是注定 出现在我生命里 我爱你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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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们之间的 转属记忆 有着最独特的甜蜜 一起去冲击 一路上风景 欠证彼此 甜甜蜜蜜 这就是我们之间的 传属记忆 终于明白了 坚持的意义 一切慢慢清晰 小心翼翼 把你融解生命里 Oh I love you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